我们上一段在聊150万预算左右的车款 然后发现多一点点可以买到mini的电动车 但图片当然就是现行版 但在IAA已经看到新的了 小军 对 我们在IAA现场 其实在车展的会场里面 没有看到mini的单位 它是放在他们叫open space 就是在城市里面的展区 其实我们觉得今年的IAA很特别 就是它把城市变成一个大展馆 可以跟车迷更近距离接触到这些车 而且这台车在慕尼的机场里面也摆了一台 所以说其实在各处都看到mini 在新的mini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头灯变得有点眯眯眼的样子 可是经典的原型原书都还在 尾灯是让大家觉得差异比较大一点 就是变得有点像蒙面侠的那种感觉 可是今年的新车的内装是我觉得最惊艳的 中间的那9.4寸原型OLED满版 它不会有上面的上架黑边 它是满版的 它是车市里面第一个使用原型满版萤幕的 另外就是它的动力续航力也有提升 比如说它的高规Cooper SE这个车型 它有到54度的电池了 所以它的续航力可以接近到400公里 所以就会是比我们现在看到的 目前在卖的mini electric有更好的使用 但是现在就是受限于产地 对 因为它初期是跟中和大陆的合作方合作 在那边车产 但是在英国跟德国的产线都已经在 2023构车风向球大调查 台湾有三成多的车主买车用现金一次付清 明知道平均准备多少钱来买车吗 地球黄金线首次攜手TBBS民调中心 推出2023构车风向球报导 有完整消费习惯分析以及构车攻略 看完整民调还能够抽咖啡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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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